诸葛亮建议刘备入川养兵 十年内大业必成 再过十年天下可定 只把刘备听得热血沸腾 光说还不够 诸葛亮又拿出一份西川十二郡的地图 说自己出去游玩时 早已将西川行事静卧掌中 刘备一听当场跪倒在地热泪盈眶 恳求诸葛亮出山帮助自己 发誓一生都会奉诸葛亮为师 诸葛亮见刘备情真意切 决定跟随刘备 至此刘备终于三顾茅庐 重获军师 历史也发生巨变 龙中队成为千古经典 三分天下的格局也正式开始 水晋先生却一语道破天机 诸葛亮虽然寻得民主 但不得其实 连探可惜可惜 另一边 孙策去林间打猎 不小心与世卫走散 遭到贼兵埋伏 一番争斗过后 孙策虽然杀死刺客 但自己也被一枪撂倒 此时孙权已经长大 刚刚年满十八岁 正在听张兆讲课 世卫慌忙报来孙策重伤的消息 孙权却异常淡定 回到府中立刻传达命令 让一切恢复常态 以防发生内乱 孙策本已重伤将死 神志不经 看到孙权来了后 突然回光返赵 把江东兵符传给孙权 嘱咐他内事不决问张兆 外事不决问周瑜 交代完孙权后 孙策又传来大乔 看着年轻貌美的妻子 孙策万分悲痛 嘱咐大乔好好照顾孩子 以后要以江东大业为重 说完就撒手人寰 一代江东之虎小霸王孙策 就此归天 至于是谁刺杀的孙策 最可靠的猜测 是许贡的三门客所为 许贡大家可能有些不记得 在第27集时 有提过此人 许贡是吴俊太守 因为司通曹操被孙策斩杀 他的三门客 就是为了报仇 才杀人刺杀孙策 孙策死后 孙权执掌江东 文武官员大多不服 有文官劝说大乔 自古以来 权力交接都是父王子弟 孙权还留有一个儿子孙绍 虽然年纪小 但恳请大乔代为掌管江东 这才合乎礼法 大乔心乱如麻 没有表态 之后张照找到大乔 用汉室衰败的原因来分析 如果拥立孙绍为主 他们会重步当今天子的后臣 又指出 如今孙权即位 如果大乔带着儿子 继续留在这里 会让江东产生内乱 一番陈述厉害后 大乔想起孙策一命 心中已经有了打算 上将军周瑜正在带兵打仗 接到孙策去世的消息后 急忙回城奔丧 一见到孙策临位 周瑜当场泪如泉涌 想起二人昔日交情 痛不欲生 孙权在一旁冷眼观看 天课后 拿出江东兵符 说自己年幼不能服众 让周瑜提领江东 自己愿意做他手下一个小兵 周瑜一听大惊 才出孙权 这时在和他玩套路 推辞说自己绝对没有篡逆之心 愿意听从孙策一命 尽心辅佐孙权 说完就告辞离去 看着周瑜离去的背影 18岁的孙权陷入沉思 拜计过孙策后 周瑜又去找孙策的母亲吴国泰 吴国泰也是老谋深算 直接把话挑明 指出周瑜在江东威望太大 孙权立足未稳 之所以要推让兵符 就是怕自己遭到周瑜陷害 周瑜听后再次落泪 表示自己明白了 接着周瑜带领所有武将 在孙策的临位前立下誓言 众人会同心同德 全力辅助孙权 旁边的孙权一听 知道自己的位置到现在 才算真正保住了 立刻起身发誓 自己绝对会和众人同舟共计 共创江东千秋大业 大乔被张照一番话打动 知道自己留在江东 只会妨碍孙权 便抱着儿子乘船离开 回望江东故土 大乔万分不舍 再说刘备得到诸葛亮 一刻也舍不得离开 吃饭要一起吃 睡觉也要一起睡 整天谈骨论惊 还把自己比作鱼 把诸葛亮比作水 正是如鱼得水 好不自在 结果把关羽和张飞看得忌妒 张飞认为 诸葛亮比自己还小十多岁 根本不配当军师 关羽也认为 诸葛亮除了能说会道外 没有啥真本事 张飞灵机一动 想要教训诸葛亮一下 被关羽拦住 关羽表示 等大战来时 就能看到诸葛亮怎么出洋相了 张飞表示同意 二人便等着看诸葛亮的笑话